还有要看到在新北市淡水呢 有一个老农夫他养了六只牛 想要陪自己度过晚年 但是呢这六只心肝宝贝却不见了 被偷走了 老农夫很担心哦 吃不下也睡不着觉 所以就报案了 远景调阅了监视器这个画面呢 发现了一辆很可疑的货车 巡线追查呢 发现嫌犯是一名58岁的牛肉大盘商 但是呢现在啊 虽然嫌犯已经被抓到了 不过这六只牛也已经被拖去屠宰场杀掉了 小货车往淡水开 车的后面空空的没有在任何东西 不过在回程的时候 却用一大片的帆布盖住了 原来是因为车上偷偷载了好几头偷来的牛 车身也明显往下陷了半个轮胎 从车牌追查才发现货车车主是58岁的中性男子 一看警察找上门 他就自己脱口说出 我没有偷牛哦 说流嘴让他自己也百口莫辩 原来偷牛的中性男子靠着在市场卖牛肉维生 一看到老农夫养的六头牛又壮又健康 才会动了歪脑筋 先把牛牵到路边 再用电极帮急昏之后 抬上货车因为用帆布盖住绝对不会被发现 没想到犯案过程还是全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养了20年的六头牛通通不见了 老农夫难过心疼到吃不下睡不着 这些宝贝水牛全是他一生的心血 就算抓到偷牛的凶手 但辛苦养大的牛已经全被卖到屠宰场里面嚣张 变成牛肉和30万的现金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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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